非洲旱季来临 河水断流变成了水蛙 接着干涸变成了泥地 这条肺鱼被泥坑困住了 不过不需要担心 因为它有超强的保命技巧 肺鱼在泥坑找好位置后 挖出一个洞穴 准备装进去 它还大口呼吸着最后几颗空气 然后把身体蜷缩起来 不断地分泌粘液 为身体保湿 最终被粘液包裹的肺鱼 进入了休眠状态 它的新陈代谢 降低到刚好能存活的程度 肺鱼有个特殊蓝状气管鱼镖 身体构造上有类似肺部的功能 镖管和食道相通 在缺氧的环境下 肺鱼可以用镖吸收氧气 并排出二氧化碳 依靠消耗尾部的肌肉 肺鱼可以在泥坝中存活几个月 甚至数年的时间 有时候当地人还会不小心 挖出带有肺鱼的泥土 用来垒起修建房子 随着雨季的到来 一场大雨倾盆而下 产体电风中 装出了一条肺鱼 它活泼乱跳地摆动身体 慢慢移动到水洼地带 不过一旦回到了水中 搬出肺鱼度过难关的特殊呼吸系统 却可能让它散命 每30分钟 肺鱼必须浮出水面 呼吸新鲜空气 这会使它暴露在敌人面前 比如这只金头罐 就做到了美味的肺鱼 它代购的会 足够坚硬和锋利 金头罐有敏捷而精准的攻击 使肝脱领遗海的肺鱼 魂归天堂